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下季常用的中药里面有一味是粟米酥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它很好的疗效 不要错过它 这个粟米酥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那棵粟米最顶顶的一丝丝 这些就叫做酥 英文就是Corn Silk 叫做粟米酥 也叫它做龙酥 中医就认为它的微甘性瓶 有粮血泄热、利尿消肿、清肝利胆的功效 特别适合三高人士饮用 可以降血脂、血糖、血压 同时苦肤方面也可以预防习惯性流产 或者你的乳汁不通 很多功效的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它来泡茶饮用 现在就和大家说一下粟米酥 这个泡水饮 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原来提高营养 这个粟米酥茶也是 是贝糖胡萝卜素、核黄素、薄荷醇、百里香粉、西、烟酸和柠檬烯 这些重要的营养素的来源 由于所有植物都没有这些营养素 所以更加突出了这个粟米酥的健康效益 第二就是它提供很多维他命C 这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 是有助防止自由肌的伤害 以及预防心血管疾病 它也会活化血液的循环 对身体所有的重要器官 都有一个很好的运作方面的保护 第三就是可以降三高 粟米酥茶很适合三高人士饮用 因为它的植物酸 会透过增加身体的二倒素浓度 就降低了血糖的浓度 同时这东西也可以改善口腔和皮肤的状态 另外粟米酥含有的豆固醇、植物固醇 这些是有效预防心脏病和高胆固醇的 所以是三高绝佳的天然治疗药物 第四点就是帮助治疗肾脏的问题 粟米酥茶能够治疗肾脏相关的病症 其中包括排尿困难、尿道感染、膀胱感染、 避尿系统的炎症和肾结石等等 因为它有利尿的功能 排得尿多就可以避免很多肾脏的问题 因为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 会跟着尿液排出体外 第五方面就是痛风 苏米酥它的特性其中之一 就是可以减轻痛风引起那种剧痛 当你痛风发作的时候 每日喝三杯苏米酥水 当它的痛得要缓解 减到每日一杯 慢慢就好了 第六就是触尽消化 研究显示 苏米酥茶可以刺激肝脏去分泌胆汁 而胆汁是能够帮助消化食物 有助于消化和治疗所有消化的问题 第七就是治疗皮疹和预防感染 苏米酥茶可以治疗局部的皮肤问题 例如皮疹或被蚊虫咬过 还有剂霜所引起的痛痕痒之类 它这些是可以帮助低消化 同时有抗菌和防滑作用 这就能够预防感染 第八这方面竟然是治疗尿床 一个小孩很容易把床弄湿了 大人都会有这些问题 因为长者有时排尿慢慢失控时就会尿床 专家建议如果睡前喝一杯粟米酥茶 是可以治疗这方面的问题的 第九点是控制出血 当妇女生产的时候很容易出很多血 但粟米酥茶有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维生素K 这个维生素可以控制分娩妇女的出血问题 这个粟米酥真的很有效 但我们要注意几点 用量虽然没有副作用 最好不要过多,3-5克为准 同时不要空腹饮容 因为它有降糖的效果 如果你空腹的时候血糖也比较低 你空腹饮容就容易导致血糖更加过低 第三,最好用新鲜的粟米酥 如果你买得到新鲜的最好用新鲜 如果没有的话,用中药袍卖的也好 不过要嗅一下它有没有变了质 如果有些已经发毛有異味,就不要用了 所以夏天天气这么闷热 这个经济有这么多疗客的粟米茶 真的是首选 不要错过了 多谢您收听